大家好,我是蓝胖,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小可爱,鹿微花 它的整体表现蛮不错的,花色丰富,花期时间不算短,而且不爱生病 唯一的缺点是怕高温,难度下 但是它挺小巧的,我们可以夏天拿到办公室,放在办公桌上,跟我们一起吹空调 养护鹿微花时,建议使用排水好的花盆和营养土 切记,花盆不要太大,一般像这种满兰10-12口径的,换到16口径以内就可以 如果花盆换的太大,土壤干涉循环不好,很容易把根悶死 关于光照,它还是蛮喜欢阳光的,但是大家刚买的苗,或者刚换盆的苗,切记不要抢光曝晒,慢慢增加日照时长 有人说在不缺水的情况下,叶子被晒得软软的,大概率就是阳台温度高,刚换盆没多久就曝晒了 这种情况拿到散射光的地方养护一段时间,慢慢增加日照时长就好 关于胶水,鹿微花蛮怕烙的,大家可以干着点养 表土干了以后,往后延续个两三天再浇透水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摸叶片,叶片阴阴的,不需要浇水,叶片有点软了,浇透水 关于施肥呢,大家春天可以正常施肥,一两次清水,一次肥 生长期用通用肥,有花苞用粗花肥,若苗,病苗,不要施肥 整个春天呢,鹿微花几乎源源不断的在开花 所以为了避免消耗养分,大家看见残花要及时修剪 这个就是它的小花苞,开完花之后,我们沿着这个地方修剪就好 还有它的叶片会像小肚肉一样,一层一层的往上涨 然后底下会有这种自然干枯的黄叶,我们也要及时清理 总体来说,它蛮适合封边阳台的 小巧可爱灵动,不爱生病,也有办法度下 所以我们推荐给大家 好啦,今天就分享这些,有问题留言,拜拜